大家帮我们今天学着啥 今天可以学正手攻球了 我们可以上台了 现在走 正手攻球首先你要把你小臂 拿着跟你的胳膊肘平行 我们要平行去打球 不能手太低 手太低的话 就会出现摩擦球的情况 首先小臂要拿得够高 平行以后 我们的拍形正对来球 你看我把球放在这正对来球 正面击球 其次是我们在小臂带动大臂 你不要这样 这就是大臂推的 这个就不行 小臂去带动大臂 你看小臂向前准备击球 大臂推动跟着上来 跟着上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正手攻球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转腰幅度不要太大 你就去体会是什么感觉呢 肩膀转 你两个肩膀这样转 跟着你手臂动作转就可以了 挥过来的时候呢 你的拍形还是正着的 你看 在我眼睛这儿停住的时候 我的球拍没有这样 也没有这样 也没有对着自己 也没有偏出去 你的拍边对着你的左眼 或者对到你的眉心的方向 这样 然后我们的开始的位置呢 不能超过你的身体 一定要在身前这个位置 还有啊 一定要注意你的胳膊肘 不能离你的身体太近哦 不能加臂 一定要打开 这个距离呢 可以大于一拳 但是绝对不能小于一个拳头了 这就是简单的 正如供求的技术点哦